好 梁小姐 這麼會分析 妳的故事 對 我的故事其實 沒有那麼複雜 很簡單 那 可是我感覺 如果很簡單被騙那更笨 可是我覺得跟妳借的應該都大比的 對啊 對不對 絕對不是那種一兩萬的 不會有人找妳借一兩萬 這樣故事說來 就是這個兇手 她是我姐姐的非常要好的同事 我大姐非常要好的同事 錯就錯在我姐姐跟她好到說 我姐姐支票可以借給她開 但是她每個月都會正常付錢 從來沒有延遲過這麼多年下來 我們就共同跟了一個會 好比說我們幾個都跟姓梅姐的會 然後我們是3萬外標 總共35咖 很大一筆數字吧 很大 然後我1咖 那個人1咖 我姐姐1咖 後來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我的晚會 跑得比較多 我就說好 其實要攢錢的話 這是一個機會 我就想說 再找一個人合夥 我就有1.5咖 就是我可以跟1咖辦就對了 後來她就跟我講說 她先生是高爾夫球場的教練 以致半個老闆 她可能急著要一筆錢 把球場買下來 所以她也在跟我合夥 所以我們兩個就加起來 我們4個人 我們3個人就有4咖會 那就這樣都過 然後大概開始標的 大概第三個月 第三次的時候 她就標走 我就覺得 妳這樣根本賺不到利息錢 她就說 沒有 我老公要買那個球差 所以我要先標 我想說好 第五個月的時候 她就跟我講說 我們公家的那一咖先標起來 我說為什麼 她說 然後我就問我大姐 我大姐說 對... 她們好像 就是球場出了什麼事情 然後股東都要拿錢出來 去處理 我就說好 因為我也不懂 好 就標了 標起來有100多萬 我就跟她講說 妳要上來拿 就是因為她 確定是她標到 可是標的那一天她沒上來 然後我就問她說 那妳為什麼沒上來 她說又難 我跟你說 我跌倒了 她懷孕快7個月跌倒 而且是摔到肚子 雪流的那個樣子 然後我就問我大姐說 姐 她真的這樣 她說對... 下午送去醫院 我說妳有看到她跌倒嗎 她說跌倒沒看到 但是送去醫院 狀況還滿混亂的 在工廠裡面 我就好 所以我就不宜有她 我就把這個會錢100多萬 我就去幫她跟會頭簽收了 然後也點對 然後我就好 我就一趟車到桃園去 我就把錢送去醫院給她 我就跟她講說 這筆錢是我幫妳領 大家也知道是妳標到的 很清楚 但是我幫妳領這個本票 是我梁永奶簽的 等妳好一點 妳要回台北 跟會頭重新簽一張本票 這樣子就我們大家責任 都劃分得清楚 後來就是她也出院了 算算那個時間 應該也發生兩 三個月 我就說不行 妳要趕快 趕快來台北 把那個 對 本票要簽回去 一直是我壓簪的 可是我們跟欣美姐都很熟 都知道是她不是我 可是妳也有叮嚀我說 趕快把那個本票換回來 她跟我姐同事十幾年 都一直很好 我姐就說她離職沒做 然後小孩子出問題是 我說那是走了還是怎樣 她說都不敢問 然後也沒打電話來 我說妳去看她一下 那個本票是我的名字 我再來就說好 再來就打電話給她說 明天要去看她了 她就跟我姐姐講說沒事 我明天去找妳 然後我就把本票簽好 妳就直接拿給佑南 就隔天沒有來 妳知道隔天我大姐的女兒 打電話給我就一直哭 然後我說怎麼了 妳這樣講我聽不懂 那一天剛好4月1號 愚人警 我還罵我子女說 她說阿姨 媽媽那個同事已經搬走了 然後錢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媽媽也哭 然後我大姐也撞牆 撞了頭都腫死了 她就是根本就是落跑了 這一咖的會就100多萬 她還有跟其他的會 也是跟同一個會頭 就會頭也一併要我負責 然後反正那時候 就因為這一個人的事情 他不讓當 我個人部分加起來 就大概300 變成我要幫他還掉 然後有一天 我接到一封法院寄來的信 叫我去開庭 我想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打電話去法院 問這個事情 他說就是妳告那個誰誰誰 那我想好啦 那這個人被找到了 因為之前都是通緝 所以就去開庭 開庭我們都提早到 就是在門口等 我遠遠就看到這個人 你知道那種感覺 我不會打架的人 我都想過去K他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妳還好意思 我說沒關係 我說我現在急著要用錢 我前面幫忙還的那就算了 如果你這一個禮拜 湊足50萬現金給我 我一筆勾銷 我寫和解書給你 妳們太好了 因為我急著要 因為那個時候是換我去跟別人借錢 我跟別人借錢 我只想我這50萬可以cover過去 我就好了 我們就退了 以後我自己賺錢 小心點 不要再去跟會 不要再躺這些混水 我就這樣子講 10分鐘之後開庭 我們兩個進去了 一進去 那是不是先核對身分 然後法官就問說 梁耀南 妳告誰誰誰誰 詐欺什麼什麼 我說對 然後他就問說誰誰誰 妳是什麼什麼 他說對 然後他說法官 我有事情跟你說 我就當場哭了 那我就想 開庭就開庭 哭什麼哭 因為我委屈了 我都還沒講話 他就跟法官講說 我在外面威脅他 這個禮拜不給他50萬 我就要讓他全家死光光 然後那個法官就看我 好會演 妳好帥喔 而且妳又演壞女人的角色對不對 對 然後那個 當下那個法官就看我 我說 我沒有說這些話 我不可能的 我說我確實有跟他說 他如果這一個禮拜 可以還我50萬 我全部一筆勾銷 我也說我要寫和解書 我說剛剛外面 還有別的 那個要開庭的人在 可以去問他們都有聽到 他就在那邊哭說什麼 我還找人要斷他手斷他腳 什麼要把他小孩帶走 好扯 然後妳知道最離譜的是 那個法官跟我說 妳以為妳在拍攝的那套 來這裡有用嗎 她已經神經病了 那個法官 我真的崩潰 我當場哭著 跟那個庭商講說 妳知道我因為背他的戰 弄到我自己生活 沒辦法生活 我小孩子要上學 我要付得這麼多錢 全部我一個人 所以法院都在保護外人 真的 後來我就跟法官講說 今天這個案子 就算到此為止 我要不回來 我告訴妳 真的 後來就不了了之 然後我就問庭商說 為什麼找得到這個人 然後他就在 我就問法官 結果他跟我說 妳知不知道我在菜市場吃麵 麵都沒吃完 我老公也沒有來 我的小孩也被抱走 我就這樣被帶到警察局 然後就把我狂罵了一頓 然後法官就跟我說 你知道夠不夠離譜 然後我這件事情 就這樣不了了 好陸戲的法官 對啊 為了這個事情 我大姐也自殺 我大姐去撞牆 然後我姐夫抱著她說 可是她是我親姐姐 以前我們家不好的時候 我姐姐很照顧我 所以我不可能叫我姐姐 去賣房子來陪我 然後我就跟我姐姐講說 我沒關係 我手腳都好 我只要再鑽就會有 這樣子時間下來 其實我大姐一直對我有愧疚 她的孩子對我也都有愧疚 可是我再也沒有提過這件事情 但是我知道 老天爺會給這個人 一個輪迴的抱怨 也會給妳好抱怨 會 對啊 她沒有在姐姐面前再提 但是她現在在電視機上面講 沒有 我上次有提提做會做 過了都做了 沒有 她其實沒有那麼壞人 過了 妳看妳不知道佑南都會賺 沒有 不是很認真很努力去追我 可以賺錢的工作 好 來看佑南 她應該賠的是現場最大比的 來 妳會成為冤大頭嗎 妳是Pro 好帥 好帥 真的好帥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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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把100萬送給她的時候 妳就應該拿本票了 我不懂 妳沒想那麼多 因為在醫院也不會有那種東西 那個時候我 那個當下我只想問她 OK嗎 OK嗎 還是有幫忙 妳不用同情心錢 人家跟你借錢的時候 人家都沒有同情妳 妳幹嘛同情她 在醫院裡 而且她是提款機兼保全 她要把錢護送到現場 她在醫院裡 她昏迷 我都拿她的指紋來按 妳天天在旁邊的時候很會講 是幾次 這個案例好難 這個很難 這真的一個 這個有點難 老師妳看 像如果是當下 是當下妳聽到 來 妳在那個當下 沒有辦法做這個事 但是我覺得妳的仗義 是對妳的姐姐 對 因為是我親姐姐 如果說乾姊姊 那我還可以事後去罵一罵說什麼 可是是我親姐 但我姊姊一直把這事情 放在心上 對 然後我後來就是 我後來比較 工作比較好一點的時候 我要買車 那我姊姊也擠了 擠了幾萬塊給我 就說 她可以贊助我一點這樣子 好啦 姐妹請 好啦 妳要買法案 我家裡告訴我 姓梅姐 我就知道妳最好 我沒有聯絡 其實我們今天的故事 都是要來騙姓梅姐 我耶 我怎麼看過天 好笑 詩佳 表面金銘 詩佳的故事 我的 誰敢可以借錢不還 有耶 不還 也不是不還 那不就是妳媽媽不攔妳吧 我媽是搶錢 她沒有借錢 借錢是要經得妳的允許 搶是不用的 還有要 我媽是要錢 對 我有遇過一個就是 因為其實我也是那種 對朋友 我比較不好意思拒絕 然後我曾經就有接過一個電話 這個朋友平常沒什麼聯絡 偶爾會遇到 但是絕對不是那種 會在平時聯絡的名單裡面 他就打了一個電話給我 我就覺得好稀奇 這人打給我 電話接起來他就說 那個思佳妳有在忙嗎 我就說沒有 剛剛工作完怎麼了 這樣子啊 然後就欲言又止 我就想說 怎麼打給我 又不是很想講 然後我就說 那妳怎麼了 他說 我其實打這個電話給妳 我自己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然後我說那怎麼了嗎 他說是這樣子 我是在想說 能不能跟你借一點錢 一點 幾千塊也行 我就想說 好 怎麼會這樣 他說因為我真的 現在有一點急 你如果不能借我幾萬塊 幾千塊也行 六千八千也可以好不好 方不方便 我就想說講真的 六千八千 其實也不困難 然後聽起來好像又是那種 非常緊急的錢 我就想說 就急不就窮 這種就是急的 可能是救命錢 然後我就說 好 那妳什麼時候要 他說我跟妳講 我現在立刻就出發妳家在哪裡 10分鐘不到 他打給我 他已經在我家樓下 這麼急 那妳有聽嗎 這麼急 然後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臉色很白 就是那種 就是慌到 你會覺得說 他一定是走投無路 他才會打電話給我 因為他說六千八千也行 我就湊了一萬給他 C 我就是 不是 因為我會覺得說 你都借人家六千了 那你就乾脆讓他好過一點 然後妳就看到他這個狀態了 對 妳就想說 那就跟他這樣 而且借他的小黃也很沒面子 我就 然後我就給他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謝謝 然後他就說 那我再還 其實我坦白講 我借出去的那個當下 我已經有準備 這個錢可能是收不回來 可是這也是我可以負擔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 反正是自己認識的人 也不是說錢被偷了 或者是什麼 至少我可以幫到他 然後我就把錢給出去 給出去之後 我也不好意思提 因為我想說跟人家借錢 也是抱歉的事情 我也沒有跟任何人提 我是後來才知道 他是跟每個人都這樣借 因為借的錢不多 可是你想想看 六千 六千 十個人就六萬了 然後我另外一個 被借錢的故事 我現在想起來 就是真的覺得有點悶 就是 就是我真的覺得 情侶間不要扯到錢 不管那個數字大還是小 我曾經就遇過 我有一任男友 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那時候我們大家 決定要一起出國去玩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出國之前 他人已經在國外了 他有一天他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然後我想說聲音聽起來 有點嚴肅 我說怎麼了 他說是這樣子的 你能不能先借我十萬 我說十萬你要幹嘛 他說因為是這樣 我上個月刷卡刷得太多了 然後我每個月都要還我的卡債 因為卡債是家裡面幫我先付 我要拿我的薪水去抵 我怕被我爸罵 你能不能先借我十萬 放在我家的哪一個抽屜裡面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比較好交代 沒關係 反正你要出國了 你就不用帶那麼多現金 你十萬的扣打可以讓我刷 我說好像也合理 我就也不用帶太多現金 因為要去歐洲 歐洲爬手又多 他說你這樣子的話 你就是自己的卡可以刷 這邊還有壓十萬 我想說好吧 反正這人也不可能跑 他家裡面也不是沒有錢 我就真的就把十萬現金 放在他的抽屜裡面 我就出國了 殊不知我已去國外 就想買東西 想說我有十萬可以買 就很開心 想要把那錢趕快扣掉 我每一次一去逛街 他就去尿尿 人就是不見 好 不用來囉 這個不適合你吧 這個還好 是 你真的買一些東西很 不是這樣子 可是你為什麼把他的卡 先放在你那 不是 因為他要簽名 他自己的名字 我不能簽他的名字 要是倒刷鼻眼卡不行 然後他來 他就講一些話 你就覺得你購物的情緒也沒有了 就這樣子不知不覺 現金就花得差不多 但旅程才走了一半 我就跟他講說 我不想再花我的現金了 你這個錢總要還給我 或是讓我刷卡了吧 搬七點來罵我 哪有人這樣子 出國才帶這麼一點點錢 你這樣也好意思出國 我心想說 我錢不就在你那裡嗎 我真的是你知道 我整個是火在那個國外 我整個就上來了 可是你又想說 人家萬一就是耍賴不還你 你要怎麼辦 你又不可能說 去跟所有的朋友講說 他欠我十萬 你又不能這樣 對 又丟臉 他這個事情不想講 然後到最後有一次是吵架 你真的跟他吵架 然後我就說 好啦 我要搭家賬 我就分一分算了 然後就把你要還我的錢還清楚 我才講這個 你知道他回我什麼嗎 要跟我把錢算那麼清楚 OK 那每一餐大家就來算 那是你開口跟我借的錢 每天就是自己要買名牌 都OK什麼的 錢就是死不還你 到現在都還不還我 都分手了吧 分手了 都很久 還是不還 而且持續 而且我跟你講 不還你就算了 那天朋友還跟我講說 他在外面都說 我所有的名牌包都他買給我的 可是很多男人真的就是這樣 而且我就另一半 要開口借更難 我之前不是也是借完之後 就他那個錢 他帶小三出國了 好可惡 我想說 可是當下你一定還是會 所以我真的覺得情侶間真的不要 思佳那一條會不會破兩百 不會 一百二千出來 我覺得還好 我們這裡講的是冤大頭 我們這裡講的是冤大頭 不是說 好 來看一下思佳 因為我覺得思佳給人家 感覺是很聰明 什麼劇情應該編了 都逃不過他的發言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個 都沒有編劇情 來看思佳冤大頭的指數 如果大家跟他一樣 也看皇室大婚的消息 生子的消息或美麗皇妃 會有什麼 不想說 有些人